监督管理局等八个部门合并而成的 在将多个部门中的相近职能进行合并后 市场安全工作由过去多个分环节 分品种管理调整为一个部门统一管理 以前那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将彻底改观 不仅是市场安全监管局 此次顺德大布置改革后的部门 都是在这种职能合并的形态下建立的 我们再来看看陈水扁一案 又有了一个最新的进展 案子在昨天上午一审到台湾高等法院之后 高院在中午通过公开抽签的方式 确定了二审的法官 随后呢法官召开了积压庭 那么在经过了将近五个多小时的审理之后 高院以仍有逃亡的可能 并且仍有隐秘巨额资金 裁定将陈水扁延压至11月25号 也就是再关三个月 面对这个裁定已经被关押了302天的陈水扁 显然是再也承受不住了 听到又要被继续积压三个月 陈水扁当场瘫软在被告席上 表示不舒服 法警赶紧叫来救护人员 替他做检查 血糖是117 血氧是99 脉搏是85 血压是89跟121 所以呢 多次测量的结果 都是在标准值范围 由于陈水扁的各项身体指标都正常 和议庭决定陈水扁不送医 直接还押看守所 陈水扁为了表达对裁定的不满 拒绝在笔录上签字 不过法院表示 就算没有当事人的签名 笔录仍然有效 晚上11点多 陈水扁被救护车送回台北看守所 由于陈水扁紧闭双眼 对于医护人员的询问都没有响应 索方直接将他送到医务室 直到凌晨0点20分才回到监设 台北看守所表示 为了防止意外 将继续对陈水扁进行医疗观察 并会加强介护 大家知道深圳机场的一名清洁女工梁力 在捡到了价值为300万的黄金首饰之后 因为涉嫌盗窃黄金首饰而被捕羁押的报道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这名女工在看守所内度过了9个月之后 这个月中旬暂时获得了自由 而今天梁力涉嫌盗窃一案 终于有了最后的结果 她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一同来看看记者在一个小时之前 刚刚发回的报道 检察院经过对全案的事实证据 进行审查研究 认为梁力的行为虽然也有盗窃的特征 但构成盗窃罪的这个证据是不足的 更符合请占罪的这个构成特征 那么根据行仪为清的这个原则 从有利于梁力的这个角度出发 法案区人民检察局决定 梁力不构成盗窃罪 那么根据我国的这个刑事诉讼法 还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的规则 因为这个请占罪是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 这个工作案件 所以呢 法案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解除对梁力的取保候审 将这一案件退回公安机关 并且建议公安机关将相关的证据材料呢 转给这个自诉人 也就是说 当时遗失黄金的那个东莞的某珠宝公司 并告诉这家公司 他们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也就是说 是否对梁力的行为要提起诉讼 就看这家公司的态度了 针对近日媒体报道 各地的多个景区门票价格 11.5元